这是一部变态窒息的女性犯罪片 也是一部掺杂着蠢爱和欲望的悬疑电影 其原著小说《易经问世》 就横扫日本多个推理榜单 最终销售了近百万册 本期节目 天成就给大家带来这部情节令人惊心 三观争议极大的影片 《摇曳的星》 又名《百合星》 故事的主人公阿亮是一名30岁的普通青年 平时经营着一家生意还算不错的西餐厅 阿亮即将迎来自己的人生大事 迎娶心爱的女孩千惠为妻 谁知就在婚礼前夕 蠢新娘千惠突然不告而别 离其失踪 几乎与此同时 阿亮的父亲被查出癌症惋惜 接连突如其来的变故 将阿亮原本安稳平静的生活彻底打破 但他的厄运似乎并未就此打住 在帮父亲整理救务时 阿亮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里面的第一页第一行就写了一句触目惊心的话 像我这种可以面不改色的杀人的人 大脑的构造是否跟普通人不一样呢 在好奇性的驱使下 阿亮翻开笔记本开始阅读里面的内容 结果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一本杀人笔记 里面清楚地记录着一名连环杀人犯的心路历程 笔记的主人名叫美莎 美莎从小就是一名高度自闭的女孩 她的内心深处仿佛有一个无法填满的巨大空洞 周遭的一切都让她感到不安和恐惧 直到四五岁的时候 美莎仍然不会开口说话 母亲在无奈之下 带着她去看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的诊断结果是 美莎缺乏一颗摇曳的心 所谓摇曳的心 大概来说就是一种平衡焦虑和情绪 让心灵感到安全的能力 差不多类似于人们常说的精神支柱或归属感 年幼的美莎对心理医生的话一知半解 她想当然地认为 自己只要找到摇曳的心 就能克服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自此以后 美莎开始了漫长的寻星之旅 这天 在和母亲一起逛街时 美莎被一只洋娃娃吸引了目光 她莫名觉得 陈列在玻璃橱窗里的洋娃娃 有一种失去自由的感觉 于是 美莎要求母亲给自己买下了这只玩具 从此 洋娃娃就成了美莎最好的玩伴 她经常将牛奶注入洋娃娃的身体内 直至牛奶满溢出来 这种诡异而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 让美莎空洞的内心 有了一种稍被填满的感觉 美莎因此觉得 这只洋娃娃 就是自己正在寻找的摇曳之星 有了洋娃娃的陪伴 美莎的内心慢慢平静了下来 她渐渐学会了说话 并顺利上了小学 二年级时 美莎经常跑到女同学乐乐家里玩耍 乐乐家的后院 邻近一条小河和一片树林 美莎和乐乐在树林里 发现了一口盖着井盖的水井 井盖上留有一个黑漆漆的孔洞 美莎总是情不自禁地 想要填满这个孔洞 为此 她开始往里面塞入各种活物 比如蚯蚓 蜗牛 青蛙等 美莎甚至迷恋上了这种游戏 她只要一有空 就会跑到树林 往井里塞东西 仿佛这么做 也是在填满她内心的空洞 一个大雨倾盆的周末 美莎在河边抓到了一只雨蛙 她用捡来的一顶帽子 将雨蛙包裹住 准备塞入井中 这是乐乐刚好过来寻找 自己丢失的帽子 美莎便下意识地 将帽子连同里面包裹的雨蛙 一起递给了乐乐 乐乐刚接过帽子 帽子里的雨蛙就跳了出来 乐乐顿时吓得后退一步 结果失足滑落河中 见不会游泳的乐乐 在河里拼命挣扎 美莎只是默默地站在岸边 冷眼旁观 直到乐乐溺水身亡 她也没有向大人们 发出任何呼救 事后 警方认定乐乐是意外落水身亡 回到家后的美莎 则第一时间扔掉了自己的洋娃娃 因为青年目睹死亡 带来的刺激感受 已经取代了洋娃娃 成为美莎新的摇曳之星 转眼间 美莎迎来了自己的高中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似乎已不再像儿时一样 对外界感到莫名的恐惧和不安 但内心深处的空洞 却始终无法填满 她渴望再体验一次 见到乐乐溺死时的刺激感受 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是一个周六的傍晚 美莎独自一人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书时 一对年幼的兄妹刚好从旁边经过 其中的妹妹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模样 她的哥哥也不过是十一二岁的光景 这时一阵晚风吹过 小女孩戴在头上的帽子被风吹落 掉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 刚好路过的一名十七八岁的长发男生见状 赶忙上前抬起排水沟的井盖 示意小女孩的哥哥探头去捡帽子 由于井盖实在太沉 长发男生显得非常吃力 美莎见子情形 假意上前帮忙 但她不仅没有用力抬起井盖 反而偷偷使劲将井盖往下压 终于 长发男生因为力竭支撑不住 井盖从其手上滑落 重重压在了正在捡帽子的男孩头上 男孩当场身亡 美莎看着眼前的一幕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她感觉到自己再次找到了丢失已久的摇曳的心 高中毕业后 成绩频频的美莎考入了一所烹饪学校 在这里她和女同学莉子成了形影不离的闺蜜 莉子在中学期间曾经遭受男生侵犯 因而极度痛恨男生 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还伴有自残倾向 每隔一段时间 她就会不可自控地割破手腕 仿佛只有看到鲜血从自己身体内流出 莉子才能感到平静和安宁 偏执而脆弱的莉子 大大激起了美莎的保护欲 在美莎看来 莉子就和她一样 都是人类的残次品 两人只有凑在一起 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有了这种想法后 美莎开始无畏不至地照顾莉子 他们还相约 毕业后一起到北海道开一家料理店 在两人就读的烹饪学校附近 有一家拉面馆 面馆老板是一个猥琐油腻的年轻男子 这货经常纠缠长得漂亮的莉子 搞得莉子不胜其烦 美莎为了让闺蜜 摆脱拉面馆老板的纠缠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她将面馆老板引到偏僻的地方 然后寻击将对方 踹下一处高高的阶梯摔死 这已是美莎第三次杀人 但她毫不在乎 面馆老板死后 美莎和莉子一起度过了一段 安稳平静的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 莉子成了美莎的摇曳的心 但莉子自己却始终无法克制 自残的欲望 一天晚上 她趁美莎不在时 再次割破了自己的手腕 由于伤口太深 莉子险些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好在美莎及时赶了回来 替她包扎了伤口 可莉子却告诉美莎 自己在冰死前的一瞬间 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 美莎听了这话 当即决定放手 让莉子去获得永恒的幸福 就这样 她解开了莉子手腕上的包扎纱布 又用刀重新割开了莉子的伤口 用莉子最喜欢的方式 送她离开了这个充满着痛苦的人间 仔细想来 这已经是死在美莎手里的第四个人了 从碰饪学校毕业后 美莎来到一家餐厅后厨打工 尽管工资只够勉强维持生计 但生性凉薄的美莎 还是跟父母断绝了联系 她觉得自食其力 不再与父母有任何瓜葛 会让自己过得更加轻松 然而 职场毕竟跟学校不同 美莎根本不能像在学校一样 由着性子做自己喜欢的事 也无法躲避和他人的接触 因而每天都活在痛苦和焦虑之中 更让美莎难以容忍的是 在餐厅后厨工作的多是男人 他们一个个像种猪一样 一有机会就会骚扰美莎 仅仅工作了一年后 美莎就因无法忍受这样的环境 辞去了后厨工作 此后的日子里 无依无靠的她 当了一名应招女郎 每晚都徘徊在红灯区 等待光顾的客人 虽然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但在美莎看来 这种工作不需要刻意与人交往 反而比餐厅后厨的工作 更让人自在 这天夜里 美莎在接客时 偶遇了一位熟人 此人就是她在餐厅后厨工作时的厨师长 厨师长在见到美莎后 特意跑到边上的公用电话亭 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才一脸猥琐地将美莎带到餐厅后厨 想要就地寻欢 熟悉的环境 让美莎历史想起了 以前被骚扰的经历 恍惚之间 她杀心在起 直接抄起一只平底锅 狠狠砸向了厨师长的脑袋 毫无防备的厨师长 很快就领了盒饭 杀完人后 美莎没有处理尸体 只是随手将平底锅 扔到了餐厅附近的一条河里 出人意料的是 警方也没有查到她的头上 就这样 美莎继续过着 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直到一天晚上 她遇到了一个男人 这个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美莎的人生 阿亮读到这里时 口袋里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铃声将她从美莎的故事里 抽离了出来 阿亮这才发现 自己已是一身冷汗 她赶忙接起电话 听到了父亲亮叔的声音 正在住院的亮叔 自知已经时日无多 所以特意给儿子打来电话 想要放弃住院治疗 希望阿亮能够将自己 接回家中静养 阿亮本想让父亲继续住院 但终究拗不过父亲 只得答应了对方 随后 她小心翼翼地 将杀人笔记放回原处 驱车赶往了医院 半路上 阿亮的脑海里 不断闪现出 美莎杀人时的画面 她很好奇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为何对方的笔记本 会出现在自己家里 想到这里 阿亮猛然有了一个 恐怖的推测 这个杀人如麻的美莎 不会就是自己的母亲吧 阿亮从小被父亲带大 据说在她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因病去世 她的脑海里 几乎没有任何 关于母亲的记忆 父亲也从未提及 母亲的情况 阿亮至今甚至不知道 母亲叫什么名字 她以前一直以为 父亲不愿意提及母亲 只是不想勾起伤心的回忆 现在想来 其中或许另有隐情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真相 阿亮决定再找机会 读完那本杀人笔记 在将父亲接回家中后 阿亮就不动声色地 回到了自己经营的西餐厅 自从两年前盘下这家餐厅 她就从自家的郊区老宅 搬到餐厅的二楼居住 阿亮和千惠 也是在两年前认识 当时千惠前来餐厅应聘厨师 两人后来在工作中 慢慢相知相恋 最后才打算步入婚姻殿堂 谁知在一周前 千惠突然不知去向 阿亮本该想方设法找到女友 但由于父亲突然病重 她也只能暂时放下寻人的念头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一位自称明姨的女子 来西餐厅找到阿亮 明姨是千惠的前同事 两人曾在同一家餐厅打工 她此次来找阿亮 是给千惠烧一句口信 原来在三天前 明姨在隔壁城市的一家酒店里 偶遇了千惠 千惠当时显得十分慌乱 对方随口将阿亮的姓名和地址 告诉了明姨 并让明姨给阿亮 烧一句口信 声称 自己因为特殊原因 暂时不能再跟阿亮见面 让阿亮不要担心 听了明姨的这番话 阿亮反而更加担心了 她怀疑千惠遇上了天大的麻烦 所以才一走了之 可眼下自己又脱不开身 前去寻找女友 这可怎么办呢 边上的明姨见阿亮左右为难 便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帮忙找人 毕竟她也算是千惠的朋友 焦头烂额的阿亮 只得接受了明姨的好意 不料短短几天后 明姨就带来了千惠的消息 原来千惠是一位有夫之妇 几年前 在父母的逼迫下 她嫁给了一位有钱的公司老总 结婚后千惠才发现 丈夫不仅涉黑 而且是一个家暴渣男 对方为了碾财 甚至逼迫千惠拍了大量不雅视频 千惠不堪忍受丈夫虐待 这才从隔壁城市搬到这里 不久前 千惠的丈夫得到消息 找到这里 并将千惠带回了家中 明姨此次过来 特意想问问阿亮 是否还愿意继续跟这样的千惠结婚 阿亮在得知千惠的身世后 不仅没有嫌弃对方 反而更加牵挂和心疼未婚妻 她甚至恨不得冲到千惠的老家 弄死对方的渣男丈夫 明姨在得知阿亮的心悸后 决定再帮忙去找千惠 商量妥善的处理办法 与此同时 阿亮也趁着父亲 前往医院复查的机会 独自回到家里的老宅 找到那本杀人笔记 继续阅读起里面的内容 美莎在笔记里 没有提及 那个改变自己人生的男人 姓慎名谁 只是称呼对方为她 美莎和她的故事 开始于一个小雪纷飞的深夜 当时身无分文又饥寒交铺的美莎 再次来到红灯区寻觅客人 在行人稀少的清冷街头 一位坐在桥边的忧郁青年 引起了美莎的注意 美莎走上前询问对方 现在几点 这是应召女郎和客人之间 商量价钱的黑话 但忧郁青年完全没有领会 美莎的意思 只是如实地回答了当时的时间 美莎只好直白地表明了身份 并强调自己很饿 急需要钱吃饭 没想到青年听了这话 立即将钱包里的所有现金 都无偿赠送给了美莎 还请她到附近的餐馆 吃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此后的几天里 青年都会到桥边等候美莎 有时候她会给美莎塞点钱 有时又会请美莎吃顿饭 但却从未想过占有美莎的身体 这让美莎内心产生了一种 奇异而温暖的感觉 有一次 美莎直接了当地告诉青年 自己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青年听了这话 将美莎带回了自己的出租屋 不过当天晚上 她没有任何越轨的举动 只是让美莎将手放在她的额头 陪伴自己入眠 两人因此度过了一个 恬静而温馨的夜晚 第二天 青年主动向美莎敞开了心扉 声称因为美莎的陪伴 让她有了一个甜美的睡眠 原来在五年前 青年曾失手杀死了一名小男孩 当时她只是出于好心 想要掀开排水沟的井盖 让小男孩去捡掉在水沟里的帽子 结果因为井盖太过沉重 她由于历劫 致使井盖从手中滑落 砸死了小男孩 事后 青年因过失杀人被判了缓刑 尽管不用去坐牢 但为了赔偿死者的家属 早就父母双亡的青年 不得不编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房产 死后的五年里 她都是在痛苦和愧疚中度过 并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每当夜晚降临时 小男孩惨死时的情景 就不停地出现在她的脑海 让她彻夜难眠 她甚至给自己准备好了 一小瓶剧毒的情话物 打算在撑不下去时 服毒自杀 一了百了 如今 美莎的出现和陪伴 才让她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听完青年的倾诉 美莎这才猛然知晓 眼前的这个忧郁青年 竟然就是多年前 帮小男孩抬起井盖的长发男生 换句话说 是美莎害了青年一辈子 但美莎没有勇气坦白一切 只能将真相深埋心底 然而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就在青年 向美莎倾诉忠诚的当晚 美莎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她连孩子的父亲 都不知道是谁 一时间完全不知所措 青年在得知情况后 主动提出愿意和美莎结婚 在她看来 将美莎肚里的孩子抚养成人 或许就是自己最好的赎罪机会 两人很快领证结婚 不久 青年又在补习班 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 开始认真攒钱过日子 几个月后 美莎生下了一名男婴 为了给妻儿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青年贷款在郊区买了一套住宅 一家三口的日子 渐渐走上正轨 青年每天工作赚钱 美莎则当起了全职太太 有了丈夫和孩子的陪伴 美莎内心充盈着一种 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她突然觉得 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摇曳的心 之后的几年里 美莎和丈夫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 在孩子六岁这年 美莎在自家附近 遇到了一位熟人 此人是美莎在餐厅工作时的同事小张 小张莫名跟美莎提起了多年前 厨师长遇害的案子 谁知 美莎刚听到厨师长的名字 立马就有些失态 这引起了小张的怀疑 原来 厨师长在将美莎带到后厨之前 曾经打过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正是打给小张 目的是为了向她炫耀 自己将要和当年高冷美女 美莎共度一晚 厨师长死后 小张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并没有将这条线索告诉警方 如今美莎一听到厨师长的名字 就立即表现出异常的情绪 小张因此怀疑 就是美莎杀死了厨师长 这小子随即以报警相要挟 要求美莎陪自己过一晚 这一刻 美莎久违的杀戮欲望突然被唤醒 她先是洋装答应小张的要求 并和对方在附近宾馆开了一个房间 然后偷偷在小张喝的酒里 加入了从丈夫那里偷来的情话物 小张喝下毒酒后 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 就当即一命呜呼 案发后 警方寻着线索来到美莎家里了解情况 尽管美莎轻松打发走了警察 但却引起了丈夫的怀疑 在其追问之下 美莎犹豫良久 最终还是不敢说出心里的秘密 经此一事 夫妇俩之间的感情也产生了裂痕 美莎感觉 自己又重新回到了此前的黑暗世界 由于已经体会过了光明幸福的生活 她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黑暗和杀戮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美莎决定将自己的所有经历 写成笔记交给丈夫 然后自杀赎罪 她希望丈夫 能从误杀小男孩的愧疚中解脱出来 并将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 至此 阿亮算是读完了美莎笔记的全部内容 就在她的神思陷入恍惚之际 父亲亮叔从医院复查完回到了家中 阿亮直接质问父亲 这本笔记的主人美莎 是不是就是自己的母亲 亮叔在得知儿子已经看过笔记后 也就不再隐瞒 说出了所有真相 没错 笔记的主人正是阿亮的亲生母亲 而他亮叔却不是阿亮的亲生父亲 亮叔告诉阿亮 美莎在写完笔记后 就一个人悄悄跳进了附近的河里 这一幕刚好被年仅六岁的阿亮撞见 阿亮见母亲跳河 也懵懵懂懂地跟着跳入河中 想要救回母亲 结果差点溺水身亡 好在美莎及时发现 拼尽全力将儿子救回岸边 而他自己则因为体力不支 淹死在了水中 最后连尸体也没找到 母亲死后 阿亮因为受惊过度 从此遗失了关于母亲的全部记忆 说完真相后 亮叔又语重心长地告诉阿亮 或许在别人眼里 美莎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但她对你的爱 丝毫不逊色于世上的任何一个母亲 然而 阿亮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接受 母亲是杀人恶魔的事实 她带着激进崩溃的情绪 回到了自己的西餐厅里 恰恰此时 明仪也来到了西餐厅 并带来了千惠的最新消息 此时的千惠 正被家暴丈夫和其手下的几名小弟 囚禁在本市的一处公寓内 得知情况的阿亮顿时气血上涌 她从厨房抄起一把菜刀 准备直接杀到公寓救出千惠 明仪见状 赶忙上前拦住阿亮 但这时的阿亮 似乎已经丧失了全部理智 她嘴里嚷嚷着 自己身上流着恶魔的血液 就该用杀戮方法来解决问题 见阿亮如此癫狂 明仪慌忙谎称 自己还没有查到囚禁千惠公寓的具体位置 希望阿亮能再多等一天 第二天傍晚时分 阿亮接到了明仪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 给出了千惠被囚禁的具体地址 可等阿亮驱车赶到现场时 千惠的家暴丈夫和一众小弟早就凉透了 他们个个口吐白沫 浑身是血 像是在中毒之后遭人砍杀致死 在一处狭小的杂物间内 阿亮找到了浑身是伤 陷入昏迷的千惠 他随后将千惠带回了戏餐厅 醒来后的千惠 随即告诉了阿亮一个惊人的真相 那位自称明仪的女子 真名其实叫美莎 阿亮直到此刻才终于明白过来 明仪原来就是自己的生母 难怪对方如此积极地帮助自己寻找失踪的女友 看来千惠的家暴丈夫及其一众小弟 恐怕都是死于明仪之手 为了进一步确认真相 阿亮再次联系上明仪 并约其当面对质 见面后 明仪承认自己就是美莎 当年他并没有溺水身亡 而是被丈夫亮叔救了起来 但亮叔在看完美莎留下的笔记后 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地继续跟美莎一起生活 极度痛苦的美莎 于是建议亮叔干脆杀了自己 以此告慰当年那位枉死小男孩的在天之灵 或许只有这样美莎和亮叔 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 听完妻子的建议后 亮叔驱车将其带到一处桥边 接着他用绳索绑住美莎的双手 然后拴上沉重的铁块 可就在美莎准备从桥上跳入河中的时候 与心不忍的亮叔 还是将他拦了下来 最后亮叔解开了美莎的绳索 给了他一笔钱 希望他从此离开这个家 不要再打扰他和阿亮的生活 就这样美莎远离了亮叔和阿亮 不久之后 他去了隔壁的城市 并做了整容手术 随后又找了一份后厨的工作 四年前 美莎在工作中 结识了比自己小两轮的千惠 两人在一起共事了一年多的时间 美莎怎么也没想到 千惠后来会成为自己儿子阿亮的未婚妻 几天前 美莎在酒店里偶遇千惠时 意外从对方口中 听到了阿亮的姓名和地址 这才获知了两人的关系 为了帮助儿子和准儿媳摆脱困境 美莎来到西餐厅 见到了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亲生儿子阿亮 并谎称自己名叫明仪 至于千惠的家暴丈夫 及其一帮小弟 确实是死于美莎之手 他大半辈子都在杀人 也不在乎多杀几个 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干干净净地活着 向阿亮说完一切真相后 美莎转身离开 准备前往警局自首 这时 阿亮叫住了他 原来就在昨晚 亮叔的病情突然加重 已被送到特护病房 阿亮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评价母亲 但他深知 这么多年来 父亲从未忘记过母亲 因此 阿亮希望美莎能去一趟医院 看看父亲亮叔最后一眼 故事的最后 美莎来到医院 见到了重病垂危的亮叔 两人的对视之间 亮叔仿佛通过眼前的这张苍老的面庞 又看到了美莎年轻时的模样 《摇曳的心》改编自日本女作家 找田甄帆香柳发表于2011年的同名小说 原著和电影都是以女主角美莎的第一视角讲述故事 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遗案》和《东野归吾》的《恶意》 我们为了讲解方便 才改成了第三人称叙事 相信小伙伴们在看完本片后 都会觉得三观不正 甚至大呼变态 实际上 原著小说远比电影更为变态 甚至有读者在读完这部小说后 认为作者 赵田甄帆香柳本人就是一个杀人犯 否则不太可能写出如此病态的作品 电影版加入了《纯爱元素》 这样的混搭 总让人有一种很日本的感觉 天成此前解说过的 根据《相互穿乱部》小说改编的 《人间椅子》和《非人之恋》 都是这种类似的调性 口味比较特别的小伙伴 不妨在我们的主页翻出来看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轩疑犯罪和惊悚了影视剧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